我們今天要去指教堂 指教堂外面有一個停車場一次三十塊 可以停完再走過來 進來實際上要先掃一下QR控 溫度正常 我們現在有送一張天天的折批線號 因為花費沒有折扣 謝謝 這裡的門票一個人是五十元 然後他現在還有這個餐點 然後如果你要去隔壁的那個 妮娜巧克力夢想城堂的話 他有九個券可以拿 那我們就現在進去逛逛囉 很悠閒耶躺在這裡 他有說園區的貓咪拍不拍得到要看運氣 一隻虎伴跟一隻賓士貓 睡得很舒服耶 哈哈 他翻過來了 有險喔 太Cute了 好想摸他下巴 哈哈哈 這就是指教堂了 指教堂是板帽建築師所設計的內部是用五十八根指管圍繞而成的橢圓形空間 當初會蓋這個就是因為原本日本有板神大地震 那時候他們就建了一個臨時的指教堂 讓大家聚會 後來就是台灣不離這邊也是有 九二一大地震也是變成了災區 後來他們就決定可以在這邊把指教堂的模式搬過來台灣 然後再蓋一個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指教堂 這就是那個指卷 喔 教堂旁邊的這個宗室平安宗 就是讓祝福傳遞給遠方的人的概念 這邊還有一個裝置藝術 這艘船叫做搖晃的記憶 就是讓大家回憶一下九二一的時候震動的感覺 但是它藝術家的意思是說 它是一個載滿祝福的蜻蜓 希望能夠重新再出發 那我們就站上去體驗一下搖晃的感覺 有感覺像地震嗎 嗯 就像它的晃動程度應該就是那個 你會想要去看杯子裡的水 確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地震的那種荒動程度 喔 喔 是不是可以稍微體驗一下 對 這裡同時也是一個生態園區 有很多的青蛙跟蝴蝶 青蛙我是沒看到 但是蝴蝶還蠻多的 你看這邊有一些裝置藝術蝴蝶 欸 毛毛蟲 啊 這邊好多蝴蝶喔 超多欸這裡 超級多 超級多蝴蝶的 哇 哇 這樣子 蝴蜜應該非常愛 喔 各種蝴蝶 好美欸 這裡超多蝴蝶的 他們說指教堂後面這邊是今年3月才開的新景點 他說6到7月的時候這邊荷花都會開會很美 我們就去前面的蝶夢亭跟夢蝶亭 不要懷疑他真的叫這個名字 不是我亂說的 這邊沒有枯掉的時候應該真的很累 嗯 怎樣 這一桌是夢蝶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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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